失了置敌先机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近年国内只要一发生重大刑案 中央或审计单位 刑事局审刑那就随即参与 主导了整个专案小组的侦办方向 重要线索由大单位成员来查 辖区警力只有打杂的份 顶多清查与案情比较无关的外围消息 最熟悉案发现场附近环境的地方分局 反而都成了无效警力 桃园刘邦友公管写案 高雄彭宛如命案 到这次白小燕遭绑架撕票都是如此 至于在监视工作方面同样有漏洞 监视人员必须一而再再而三 进出现场才能完整采集证物 与其说是仔细查看 都不如说是图形大意 除了延误现场重建时效之外 更可能因此让歹徒留有充裕的逃亡时间 从刘邦友命案 彭宛如命案到白小燕命案 警方迟迟没有办法侦破重大刑案 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强烈的质疑 抨击警方办案能力 跟警政署长姚高桥的声浪是越来越高 面对外界的强大压力 基层远景的新生 校验命案爆发之后 警政署门前就一直有一批大学生 在这里竞作抗议 他们的要求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 认为警政署长姚高桥 应该为这件案子下台负责 震撼整个社会的命案 却没有人为这次的事件负责 最直接也就是最明显的目标 应该是姚高桥署长 他必须该为这样子的三件案件 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侦破 这样的事情负责 随着这两天外界批评的声量日益升高 姚高桥和刑事局长杨子敬 留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少 整天在外奔波指挥远警 全力破案 对于这些抨击的声大 前警政署长鲁玉军认为 正前换将对破案并没有帮助 办事要发挥功能的理想法来说 现在这样是白害而无意 去动摇决心 一定要把全国的警察 所以是这种平民的这种决心 要破案这种决心 给它打掉了 不过外界的批评 在某方面来说 却也出现了激将法的作用 案子发生到这种情形的话 警察要相对的 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那我们就是破案 来争取民众对我们的信心 案子破不了 有人要负责 刑事局长杨子敬 今天就已经口头向署长 姚高桥自行处分 不过要处分到什么样的层级 才能平息外界的抨击 还有待观察 而惨遭失票的白小燕的灵堂 今天已经大致布置完成 我们透过微信连线 请在现场的记者汪永和为您报道 有何 好的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白小燕的灵堂之前 透过我们的镜头 您可以看到 白家在今天将小燕的灵堂扩增完毕 并且已经布置完成 整个灵堂可以说是布置的相当的庄严 而在这几天 陆陆续续都有各界的人士 前来寄到小燕 慰问白冰冰 新闻局长苏起下午也来 看望白冰冰 而对于这两天 外界不断有要求政府官员 下台负责的声浪 新闻局长苏起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将凶嫌绳之一发 而他也指出 连院长的态度是要先破案 再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白小燕的灵堂之前的情况 以及新闻局长苏起的谈话 白小燕在林口的灵堂 到傍晚已经大致完成布置工作 一整天当中 到灵前置疑的包含 民进党主席许信良 以及民进党重要干部 杨丽花等影音界人士 还有台市总经理李正文等人 而新闻局长苏起 下午再度前往白小燕灵前置疑 在探望白宾兵之后 苏起强调 白宾兵是一位坚强的母亲 令人敬佩 至于谁该为小燕被私票来负责 苏起转达林院长的指示 院长是说 现在是破案第一了 破案第一 那么其他一些 反政治化的事情 现在最好都不要去谈 不要把这个方向扭曲了 该做的事情 现在做是最重要的 目前担任刑事 政防协会会长的 全警政署长卢宇军 下午也来到白小燕 林前置疑 卢宇军认为 这件凶案一定能够破案 两天没有踏出家门一步 根据探望白宾兵的亲友表示 白宾兵目前最希望 赶快弃捕凶手道案 同时白宾兵也曾经提到 对于媒体紧迫丁人 采访这件绑架案难以释怀 国民大会第二次大会 今天开始办理报道 中国国民党拔得头筹 送出了第一份修宪案 省事宪政改革的决心 不过新党的党团 今天确实拒绝报道 并且在国内 这些名字我们不能够认识 它真的开了我的眼睛 我坐下来 我认识和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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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更真正的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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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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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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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你会认识 和罗子 犯似 判断 但 这些人 他们 在那里 大家都 觉得他们 在那里 the email exchanges continued they put together more stories and recorded their third one this past week i have prepared my bag with necessary things clothes documents and money in case of emergency y yesterday a part of my town was surrounded and there were shootings happening i am unable to imagine my future in these moments and i don't know why i'm thinking so much about it you can imagine that this could be you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o scary is seeing seeing how um knowing that this kind of hatred is within human nature but it's also good to know that there's this kind of bravery within human nature especially from a 16 year old girl a girl who has touched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she has never met through a medium that exists on a thread once she loses that email contact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to her i don't know where she is i don't know if she's dead or alive you know i have no idea you right now i'm trying to keep myself as calm as possible my younger brother who's nine is sleeping now i wish i will not have to stop his dreams he's just a child i really have to go now there's more news coming in thank you for your moral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to hear again from you take care i don't know kosovo our coverage of the conflict in yugoslavia continues we'll have details on the latest strikes in the yugoslav capital belgrade and much more on the refugee crisis and if you'r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yourself log on to cnn's interactive website at cnn.com 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商场里我们只要一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马上就能理想到某个产品那么对于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来说是不是都可以在大陆寻找企业的广告形象代言人呢 那么看了刚才的节目啊就是华硕电脑是委托这个刘玄成为他们这个形象代言人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权利去在大陆来寻找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呢 凡是以法成立的能够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和经济组织都可以委托广告形象代言人 你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每年广告投入在千万元以上的企业非常普遍 记者对几家台资企业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发现台湾鼎心集团每年的广告投入是1亿元人民币 欧迪芬服装公司每年的广告投入也有几百万人民币 这其中影视广告是企业的首选 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广告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 灯箱广告影视广告路牌广告 还有新进出现的网络广告装点着我们的生活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企业广告宣传的主要种类 包括平面广告影视广告广播广告互联网广告和户外广告 自199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至今 广告运作也逐步规算化 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台商对在大陆做广告还有些疑问 我们讲市场概念来讲 其实内地的整个广告市场概念会比台湾足 我不知道目前在内地的有关广告 会不会因为有一些行业别的一些区别 那这个部分台资企业应该是蛮想了解的 那么在大陆投资的这个企业呢 可以说是各行各业 有的是这个投资了这个大陆的房地产业 有的投资这个电子通讯 也有的是这个医药行业 那么对于这种不同的行业 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呢 在这里呢 我简单说一个主要的行业 也就是理想群提词 江泽民的提词是 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理想群世的英雄战士 张万年的提词是 当代青年的榜样 优秀士兵的楷模 池浩田的提词是 人民军队的英雄战士 改革时期的优秀青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 当地时间4月3号下午 在伊斯坦布尔会见来 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 执委会主席 雅乌斯·塞伊廷奥卢 和该委员会土中企业家 理事会主席雅乌斯·欧乃等 土耳其企业家 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992年 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 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分别吸收两国从事贸易 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 组成对口的企业家理事会 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漂亮夜空 据悉 北约的巡航导弹 击中了位于 北尔格莱德新城区的 一座化工厂 大火吞噬了部分厂区 火焰高达数十米 浓浓的黑烟遮蔽蓝天 两座高高的烟囱和三座硫化塔 正在烈火中燃烧 日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颁布十周年 北京法学界举行座谈会 来自国家行 长江的水下地形一览无余 给长江大堤的整险加固 和今年的防汛工作 带来极大的便利 这套水下CT系统的全称是 多波数测身及前世生纳系统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水下测量技术系统 它把多波数测身系统 和全球定位系统结合起来 对对水下地形进行覆盖测量 然后形成三维立体图像 据了解 目前五国普遍采取的 水测量方法 主要是通过平面图 表现水下的地形变化 而这一套能汇出 三维立体图像的水下CT系统 在我国内陆江河 还是第一次使用 下面请看简讯 驻波黑的北约多国稳定部队 3号战毁了从南联盟手 转以后还要继续伸扎大转 主要整个地形变化